大家好,歡迎收看BIOS TV 好,詹姆斯要講的是 你的保險到期前 保險公司呢 都會很主動的寄給你 像這個續保的藥保書 好,那詹姆斯保的是華南產險的 我們來看一下 那收到藥保書是不是就馬上就要簽名 然後就用這個續保的藥保書來 直接續保呢 如果你直接續保的話 那你的金額會差很大 因為詹姆斯之前都是用網路來買保險 可以看到這是 這邊有 這也是去年年度的城堡內容 好 那我就買了 第三人的責任險 是每一個人的傷害 還有意外事故的傷害 好,這邊是他的賠償的金額 那財筍呢 財筍呢 財筍詹姆斯是保五十萬 那第三人責任險 附加駕駛人 傷害保險 是三百萬 然後 然後 住院醫療市一千塊 對,這樣的內容 好 好,那去年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金額,任意顯的總保費是3384 那它腰保書直接給你續保的腰保書的內容呢 看到,是4006,這邊插耳就插耳662塊 好,再來看我們的強制顯是一定要保的 強制顯呢,去年載姆斯是用網路買的 是689 那這個續保的腰保書今年打出來是889 那就是插耳200塊 那如果兩個,任意顯跟強制顯加起來的話 那插耳進的就會插到822塊 那插非常多 那我相信有許多年紀比較大的或是年輕人 可能直接 收到續保腰保書就什麼也不看就直接簽名 然後就授權書填一填就直接繳了 那你就可能會 損失這些插耳 插耳還蠻多的 這樣822塊 幾乎可以再買一年的 已經超過了 可以再買一年的強制顯 那他們寄腰保書這邊來的金呢 我覺得也是 不太合理 既然要續保的腰保書應該是以去年 應該是以網路上的價格來 才對 因為有沒有透過 業務員 只是寄一個 一張紙來 這樣子而已 所以 如果你是 華南 產物 保險的 用戶好了 那如果你要保的話是上門路 保這樣才會有比較多的差額出來 好 好 這不是有用 也是有做一個表 來比較 2015年的保費 2016年 2017年 以及2017年 它續保 要保數寄過來的保費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每一年的保費 2015年 它的同樣的相同 汽車責任協 第三人責任協 給它付加駕駛的傷害協 在同樣的條件下 它的金額 是我們也都有在攢 現在2015年到2017年 這邊就長的 總金的 就長的 差不多 兩百 兩百四十塊 不用 好 那如果 今年呢 拿到續保藥保書 就直接給它 續保下去 那也是用 4895 也就是動員 這邊的原價 效率跟它續保 那如果你是 透過網路呢 那就會差蠻多了 總金額就會差到 687 因為光是汽車責任協 這邊的強制保險 用網路的話 優惠到兩百塊 那第3的責任協 這邊呢 大部分都是減 12.15%左右 所以它總額會差到687塊 那我們拿到 續保藥保書的時候 千萬不要就傻傻地把它簽名然後就前授權書 那這樣就馬上 多付600多塊出去 那在這個時代呢 總之呢 要多幾多比較 加很多省錢 不然現在 肉飯也漲 也漲 什麼條翅也漲 一大堆都漲價 還是要 幫自己看一下 核保這個保險 好 那就 講到這邊 謝謝收看 謝謝 謝謝 謝謝